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老婆娶个马兰 但是这个人的人品不咋地 最近几十年我们看到了很多 作品和人品不太相符的文化人 比他更聪明的是郭沫若 郭沫若呢文学上的成绩又更高 他被称为诗人 作家 剧作家 历史学家 考古学家 古文字学家 当然他也是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鲁勋把他称之为叫什么呢 叫才子加流氓 事实上这个人 一百年之内我们找不到在他所擅长的这些领域内 单向你可能你成就比他高 但是他能做到一点 就是你找不到在他所擅长的所有领域内都比他厉害的人 就他是一个权材 从文科上来说 他的文学成就确实很高 但是这个人他没有人品 你不用谈人品 这个东西他真没有 那么历史上跟他相比的话 还有几个比较杰出的 你像那个书画双绝的这个董琪昌 董琪昌呢17岁的时候 他去考试 考局 因为他写的字比较差 所以呢 把他的名次降低了 从此以后他就发愤凌迟 这个人是书画双绝 当官 他最后做到礼部上署 但是这个人的人品 也是谈不上 你根本不能说好坏 真谈不上 他这个人属于是没品 那么还有一个有争议的 叫严松 严松这个人 后人把他称为叫一代奸相 他当过首辅 他不仅自写的好 而且他擅长写青词 甚至呢 他还为这个皇帝藏药 就是藏着一个仙丹 这个人是一代书法大家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字 像六壁居 就是他提的 历史上他提过的字 很多 后人 几次曾经想把他的牌匾摘下来 但是没有人 比他提的字 更加的正大光明 所以没责 这个文化呢 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不是说你学历高 你的文学成就高 你的人品就相当的高洁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中国我们目前看到这个文化现象 你说末世乱象也好 或者说文化界它出现了一些文化乱象也好 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文化 它其实反映的是既得利益阶层 它对整个社会 这么一种引导 依靠创新发展起来的新的势力 势必要打乱原有的阶级划分 所以整个社会呢 它弥漫着对新阶级的仇视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拿来主义 哈海哈日 包括从五四 开始的这种拿来主义 它其实都是试图用 外界的文化来冲击 中国社会 冲击现行的社会文化 试图来破旧立新 我们看到苏联的解体 它其实也是一个文化上的一个冲突 新贵形成的新的利益阶层 他们想固化自己的利益 所以就导致了这么一个结果 因为你要知道任何一个社会 它在变革之时 它总是要出现一些文化上 作为一个先导 你比如苏联解体之前 它整个领导层像车锋一样 不断推出新的政策 其实呢 它从上到下都在玩命地挖自己的墙角 然后呢 它把谨慎的国家资源 一头朗进阿富汗这个帝国的逢场 那么耗干了血肉之后 苏联就自然而然地解体了 中国目前遇到的也是这么一个现状 那么在文化上很多人 他不熟悉本国的文化传统 他不仅盲目地 把国外的一些东西拿过来 不加笔交的 他就断言 外来的文化 他就比中国本土的要强 而且他不断地制造一些断言 他说呢 本民族曾经历史上出现过的英雄 他就给你找出一些黑历史来 编出一些故事 遇灭其国 先灭其史 所以在文化上出现一些乱象 一点都不奇怪 其他国家也是这样 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有争议的 叫英烈法 现在已经出台了 为什么 它最重要要保护的 不是中华文明过程中 曾经出现过的英烈 而是宪政权 在宪政权 获取政权的过程中 所牺牲掉的这些人 他不允许你触碰 不管他 编造的情节 是不是合理 他不愿意让你触碰 因为你容易捣毁他 赖以生存的根基 那么最近几年呢 类似的这些法条越来越多 西方 在工业化之前 他出现过一个文艺复兴运动 出现过一个启蒙运动 这种文化的出现 它本质上是因为社会经济活动 需要打破神权 对世俗社会的干预 所以他 才有了这些新文化 有了这些文化的出现 他就自然而然的解放了人民的思想 给新的 社会活动 社会阶层 新的 社会生产力 有了一个释放的空间 他解除了神权 对世俗社会的捆绑 随之而来的 才有可能是工业化 那么中国的文化乱象 出现了这么久 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很多人都提出来过 拿什么来解决它 拿柱子百家 来拿这个 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挖掘本民族内部的文化传统 还是全盘虚化 这个争执 从五四开始 已经有一百年了 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很多人呢 比较从放西方的一些社会文化 尤其是比较推崇 美国的这个模式 我们大家都知道 美国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但它本质上是一个联邦 美国这个联邦里 与其说它像一个国家 不如说像众多的 利益的一个结合体 美国的中央政权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苏联式 或者是中国式 对类的 绝对的这种权威和控制 那么人家的社会文化 与你不一样 你想照搬照操 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 怎么办呢 很多人提出来了 自己的一些想法 其实从这个文艺复兴以后 思想的自由 就成为人类一个永恒的话题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人的思想 其实很容易被外界所影响 甚至左右 这种影响甚至是在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已经渗透了 而被渗透和操纵了思想的人 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自己受到了影响 哪怕是被控制 被左右 被诱骗或者被误导 他们也依然认为 这是可笑而愚蠢的想法 都是他们自己 我们解决不了 我们解决不了文化的乱象问题 我们也解决不了哪一种文化是对中国最适用的问题 因为每个人基于他自己的修养 都有自己的见解 那么解决文化乱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包容 我们不知道谁是最好 那我们能不能创建一个能够包容各式各样想法的这么一个社会呢 从去年开始 中共推行的所有的快速解决争议的这些方法 都已经拒绝了这个选项 他们从先是对党内 对党员的不允许网易中央的这么一个要求 净化到现在已经开始钳制全国人民的舆论 所以文化上的乱象 相信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 会不会形成一个大一统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很简单 这两个字 敬言